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模板的延长线 咱们上一期呢 讲解了一下ES6的模板 今天咱们继续讲解模板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活用字符串模板 该怎么用 我今天给您举了两个例子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说 标准的模板的使用方式 大家请看 这其实就是上期 咱们使用的方式 只不过我做了两个变量 咱们看一下 首先说 有一个名称 name等于抠码 没问题吧 然后第二个呢 我定义一个新的变量 叫什么 地址 在哪 在网吧 然后呢 我定义一个模板串 mystrain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 我用可是反单引号 然后因为用是反单引号 所以呢 大家请看 我可以回航 我中间加多少回航 都没有问题 加回车 都没问题 所以说这个 反单引号 还真的就好用 首先说 这个反单引号 可不是这个es6独有的 在以前es5中 就能够使用 也许您不知道 但是以前我用这个 架脚本时候 做模板时候 做代码生成时候 经常用到这个反单引号 但是呢 我用的是es5 es6呢 照样可以用 然后呢 在这个模板里面 大家请看 我呢 应用到了 或者说我嵌入尽了 这两个变量 一个是name 一个呢 是address 地址 那应该输出什么 应该输出 你好 然后这儿呢 是coma 对吧 晚上一起去网吧 玩吧 等你的回信 这一看就是一个推特 是一个这个微信的 QQ的这么一个 message信息 对吧 然后呢 咱们把它打印出来 您会看到 在这个地方呢 两个变量都被替换 一会咱们进行 好 那咱们再看另外一个 扩展文字模板的使用方法 咱们首先说 先定义一个 大家请看 在向下看吧 上面先没看 咱先定义一个函数 我呢 叫做markdown markdown是什么 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写文章的一种标记语言 它呢 可以被转换成html 因为咱们一般写网页 用这个html非常的麻烦 还得写tag什么的 body啊 什么的 dmv h1 什么的 用markdown就非常简单 而且呢 它的描述性非常的强 那比如说 咱们呢 有这么一个markdown的函数 这函数干什么呢 大家请看 我上去给您简单说一下 我传两个参数 一个呢 是格式化的所有的内容 一个呢 是参数变量所有的值 那么咱们该怎么做 我呢 会把咱们这个 模板的类型解析一下 然后呢 在name和address 的两旁 我各加上一个什么 大家看我这个地方 星号 这个星号 咱们用过mapdown的朋友都知道是干什么的 是加粗吗 对吧 换句话说 我把呢 我的名字和我要去玩的这个地方 给它加粗 变成mapdown的格式 这就是咱们这个mapdown这个函数的作用啊 有说那个 我直接写函数行不行 当然也行了 但是呢 咱们用这个mapdown这个方式来做的话呢 整理模板呢 非常的容易 嵌入式嘛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我不用 有天我不用这个 这个mapdown了 不用其他另外一种格式 能不能做呢 完全能做 坏话说 咱们定义时 定义模板的内容 具体该怎么显示 怎么格式化 是咱们整理函数 所做的工作 好 咱就是这么两个例子啊 咱们马上运行 今天咱俩两个例子啊 我就 不在一个文件中 就在两个文件 稍等啊 我先建一个文件 叫test1.js 没问题吧 然后呢 咱们用上面这个样例 我给你考过去 咱们先看到 这两个变量 也能够输出 上一期 咱们是一个变量的例子啊 好 咱们试一下啊 node空格 然后是test1 然后js 回车 大家请看 coma这个地方 还有网吧这个地方呢 被嵌入进来 没问题吧 OK 这个呢 仅仅是简单的嵌入 接下来 咱们要套一个函数 用wapdown的格式啊 稍等 试一下啊 然后我拷贝下面这个 当然咱们还要拷贝下面这个函数markdown 这markdown我是用的非常多啊 因为我一般写文章了什么时候 一般还真的就喜欢用markdown 就像比如咱们的国内看中国 他写博客 也支持这个格式嘛 对不对 好 应该是拷贝过来 咱们运行一下 什么结果 看一下 我会在所有的参数两旁 这个地方 各加上一个 星星星星 代表呢 抹不当格式 要加出该内容 试一下啊 go 诶 稍等 错了 这是TES2啊 吓我一跳 我说怎么没加呢 TES2啊 再来一遍啊 go 诶 因为我在做课件时 我是在一个文件中运行 但是咱们 实际讲课时 我还是用两个文件嘛 因为这两个文件 咱都能保存下来 然后呢 我放到看中国 这样的话 您呢会看到非常的清晰啊 好 咱们再来一遍啊 这就没问题了 大家请看 呃 我输出了这个标题信息 这个地方 这个markdown里面的标题信息 这个警号什么意思 H1对吧 然后里面呢 去哪叫什么名字 去哪的两边 我呢都加上了一个星星 说明什么意思 说明咱们在 把markdown这个格式 转换成HTML的时候呢 呃 最前面呢 会有一个H1的标题 然后呢 coma这个地方会加粗 网吧这个地方也会加粗 但是咱们在真正编码 真正在写这个模板的时候 咱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是用markdown显示 还是用什么 这个模板引擎显示 不用考虑吗 对吧 是在咱们整理函数中 再去考虑 非常的方便 对吧 就是说 咱们模板内容和表示形式 可以分离 非常的方便 这就是呢 扎瓦脚本 模板的活用的方式 今天呢 推荐给您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您实际跑下我的例子 就应该能够明白 好 然后呢 今天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和以前一样 会放到YouTube 优酷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请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